主持人我们交给马颜教授 马颜教授 辛苦了谢谢你 刘教授好 好的 尊敬的大会主席 尊敬的各位专家 各位同道 上午好 下面有我主持 由我介绍 这个Dr. Hu Peng Hong 新加坡医院 黄延芳综合医院 Now let's invite Hu Peng Hong to give a lecture On the landmarks In the endoscopic forum 谢谢马颜教授的 帮我的解说 谢谢大会的主席 还有祝你们有一个 非常成功的研讨会 那既然我的同事 也用中文解说 我也尽量 以我不是很强的语言 中文来解说 我这个演讲 这个我们今天说的是 anatomical landmarks anatomical endoscopic fusion 我们说的是在融合治疗 我们刚才听了周岳教授有解说说 我们通常在做内视镜手术有迷失的可能性 那我跟我的团队有做这一类的研究 然后想分享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减少这种迷失的状况 那我在黄庭方中和医院 我们是基本上照顾西部的 新加坡西部的病人 我本身有做单孔镜 还有酸孔镜的内视镜手术 起初单孔镜比较多 现在大多数多半 一半一半是做单孔跟酸孔都有做 然后今天我们解说的是融合手术 在美国还有全世界不同的国家 我们都看到有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融合手术 从2004年到2015年 在这个paper所说的 我们有63%的增长 融合手术的增长率 特别是在于65到75岁这个年龄层 我们看得出有相对相当明显的 多了融合手术的增长率 那我们在融合手术 所需要的成功的案例中 需要做的东西 就是要把端板处理的很好 Fusion Bay Preparation要做的很好 然后融合器 还有Bone Graph的处理要做的适当 还有要打不同的钉子 有些如果我们可以把那个 通常我们都是以Pedicle Screw 就追工井螺钉的打螺钉要处理的好 然后要Immobilize那个融合的地方 那个在腰椎的融合 要Immobilize的很好 那我们也要做一个适当的脚型 就是Surgital跟Coronal 还有Transitional 就是Spondylolisthesis的Reduction的那个处理 要适当 那我们才会把那个融合技术做的比较好 为什么要做Interbody Fusion 就是说为什么要放融合器 为什么不做Postero-Lateral Fusion 那我们要了解 如果我们的那个椎间盘 相对来说比较高 也比较移动性比较强 那我们做Postero-Lateral Fusion的时候 那那个相对来说 会比较多Creation of那个Stress 在那个Rodding上面 这种Stress可能会造成Rodding的Lustening 还有会造成融合的Pseudoarthrosis 不大合胀的融合 那我们通常如果放融合器的话 我们会Provide Anterior Support 然后给它一个比较适当的增长的 那个Foluminal Height 还有Disk Height的increment 比较适合我们的出口根 比较舒适一点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Endoscopic Fusion 那Minimally Invasive的手术 我们从Long Term Data看得出 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Long Term Outcome 还有在短期内减少输血的状况 感染率 还有很多减少Prioperative Morbidity的状况 在我本身跟我的Professor Kim 我的一个团队 我们也做了一个UniPortal的一个Publication 现在对GlobalSpan有接受 然后它是说我们发现了我们有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的 比较快的融合时间比较少的Subsidants 然后我们的Long Term Outcome一年内VAS跟ODI 在不同时间段都做的 都那个内视镜融合都好像比MIST Leaf做的比较好 那我本身觉得内视镜手术是我们将来可能会比较普及的一个追科手术 那只是现在有Limitation Limitation的是基本上我们单通道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历史 那单通道有也有不同的Endoscope 有30度的15度的20度的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长度 还有Working Channel的那个不同的Dimension 那让初学者非常有时候非常混乱 容易迷失 也不知道用哪一个Scope做哪一个手术 那在技术上学习上会造成一定的困难 那正如周越教授说的 如果太困难了有时候比较难接受 那AO Spine也最近相对来说做了一个Summary 不同的手术的状况放在不同的部位 让我们比较容易找到这些题目来讨论 那我本身跟我的团队有说了几个 Publish了几个不同的concept of how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in endoscopy 然后我们也会解说一下 基本上我本身觉得UBE的技术可能会是 这个是breakthrough 可能让这个内视镜技术会比较普遍 那正如这个Dr. Sangwoo Lee从South Korea说的 endoscopic surgery is not a common procedure because of the steep learning curve 然后在biportal endoscopic surgery is promising for up-and-coming spine surgeons because of the shorter learning curve 基本上双通道手术 因为它可以在同一个方面处理 不同的anathomical position 从颈椎胸椎腰椎站的姿势 还有处理方法相当类似 所以可能那个learning curve会比较短一点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趋势可以让更多人接受内视镜的手术 那我现在开始做我的融合手术 融合手术在biportal里面比较普遍的是biportal endoscopic fusion 就是U-Lift 从这个图片中是从这个方向切除下关节上关节 然后直接融合 那还有一个XT-Lift就是从比较侧面中 把一个比较大的融合器introduce在那个锥板 在那个锥键盘里面 这个技术方面是比 通常是我会建议 初学者要做多一点 酸管道内视镜手术后才做这个手术 因为不然会用相当长的时间来处理 做完这个酸管道内视镜融合手术 那会造成对病人也好 对你自己还有你的团队的moral都不是很好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要做比较多减压手术后才做这个手术 那在这个advantage里面当然我们有比较好的incision 这是working portal的position 那我们大概两个portal要3cm 才会比较不容易造成阻碍 那我们我觉得working portal是在lateral view 最好是parallel to the disk the m plate 这样的话会比较容易进入那个融合器 那右边的话相对来说 你看得出是在那个锥工井的下面 然后左边的话是最功井的上端一点 它多数的也在外侧 然后如果做xt lift的话 通常我们要做preoperative scan的时候 要看一下它有多少cm off bit line 我们才放那个融合机会比较适当 那大致上来说我觉得多数都是在8到9公分 看他的那个人的脂肪还有多身体的有多庞大来决定 那docking的话如果是primary case 就是从没有是第一次手术 那我们可以直接dock在ethymus 然后如果是revision的话 要就要处理看它是在facet 是以前是farallel approach的话 我会dock在spinal laminar junction 如果它是以前做laminectomy的话 我会dock在outside 就是它的那个facet joint上面 我觉得本身我的团队有做这个研究 然后发现其实我们花最多时间的是在处理inferiarticular process 就是下关节图的处理方法 那我们也比较在容易在这个时间在迷失 所以我们come up with 2个important anatomical landmark 比较重要的anatomical landmark 第一个是kim's point 还有woo's point 我们会进行下一个解说 这个是上关节图 然后这个下关节图 kim's point就是上下关节图的外侧 superiarticular process最外侧最 superior的地方 然后我们通常做一些capsular release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kim's point 跟这个下关节图的confluence point woo's point跟spinal laminar的junction 是稍微偏外侧一点 这个地方是superiarticular process the tip of superiarticular process的地方 然后它也是在laminar的下端一点 所以通常我们要做一个drilling of spinal laminar junction 还有一些laminar才会看到woo's point 在我们的学术paper是这样解说 那我们找到这两个point之后 我们是很确定的 可以做一个osteotomy 就用骨刀可以很果断的把它切除 那在这个切除也可以用ultrasound knife 也可以用drill 也可以好像刚才周岳教授 用那个rimmer这样做这个处理 只要我们找到这两个point 很确定的知道在哪里 我们就可以很有信心的把iap切除 这个是uniportal的paper 所以我们这个view是在uniportal using deltascope的看得到的 所以你看得出这个是laminar 这个是sap sap tip在这里 然后woo's point就刚刚好是在这里 你确认了之后 也可以做一个x光来断定 然后我们就会找外侧 通常也可以从外侧 从teamspoint找woo's point 会比较容易 teamspoint也是比较容易找得到的 那我们找到sap 还有iap外侧的那边做一个capsular release 就可以看得到它sap的顶端在这里 然后也可以用floroscope来确认 当我们确认了kim's point跟woo's point后 我们可以很果断的切除 那kim's point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找 然后在这里通常当然如果你处理不烫 不烫它会容易流血 raticular artery exposure 然后也有可能会伤害到exciting nerve root 那个要小心 可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找 那我们woo's point就相对来说 我们经常在减压手术都会看得到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我们通常就是做了spinal laminar drill link 还有laminar drill link 看到sap tip 那我们就经常就知道 我们是在这里要开始做sap的减压手术 那我们在我们的数据说 看得到从outside in 就是从kim's point到woo's point这样做iap的处理 我们是做endoscopic drilling 因为那个是我们是做单通道的手术 我们发现它的时间真的会比用inside out 就是从who's point到kim's point的处理方式会快很多 那相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uniportal的时候呢 我们会花很比较多的时间做rotator的 还有muscle的dissection with the radio frequency 如果我们从who's point就是内侧出去的话 会花相当多的时间 如果我们找kim's point开始 然后从往内drill的话 相对来说会比较快 sap resection就比较相对来说 通常都是从内侧到外侧来reset 可是我们要考虑的一点是 我们需要把整个sap切除吗 如果你把整个sap从内到外切除的话 那到最外侧的时候通常会流血 因为那个radicular artery的一个branch 通常会在那里 会相当麻烦的来处理这个bleeding 所以我通常如果你只做u lift 已经决定了 那我们只做medial septal resection 流入外侧的一点骨头 那就没有那么造成流血的状况 XT lift的话我们当然要把整个sap切除 然后最好在那个行走跟跟出口跟中有1.5cm的 那个15mm的那个distance 因为我们的cage是多数都要有18mm 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行走跟往内移 可是不能移太多 所以如果太太下载的话 我还是建议做u lift会比较好 那在M-plate preparation方面我们可以用 这个跟传统手术都相似 那只是我觉得我们在内视镜的时候 会看得到M-plate会看得比较清晰 然后也可以用pain field 来把它最后一层磨掉 那比较少会M-plate 会violation 会受伤的那个状态会比较少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手术的解说 然后这个病人有L45 spondylolisthesis 然后也相当狭窄 在那个lateral recess跟foramen的地方 我们用pro-access table 这个是那个skin marking 首先我们这个病人是primary surgery 所以我们可以dock在直接dock在easmus上面 所以我们你看得出有相当多的soft tissue 需要dysect 因为这个multi-plate在那边也是盖出那个关节 那通知到我们会做一个marking 来知道我们在哪里 用X挂放后 那在这个pcnus mark之后 那一侧就可以是相对来说 外面外侧是kim spot 那你看得出如果要expose point 正如我们经常做的手术一样 需要相当多时间做rotator muscle的dysection 还有然后也要抹那个spinal laminar junction 还有那个laminar 那相对来说kim spot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dock在facet 然后往外移 然后做一些capsule的dysection 就看得到了 那在这个我们也可以用X-ray 来intraoperative fluoroscopy 也来mark那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手术的dysection 所以我们通常看到woods point 跟外侧的kim spot 后 我会把cortex 下方结图 所以我们很confident的可以把它 做一个相当的处理 之后我们通常黄润带 会保护那个神经根 所以我们再做一些 减压的活动就好了 那相对来说 我们有时候 需要往对面 contrilateral side来减压 那这个病人 我觉得他比相对来说 比较狭窄 所以我也对 在contrilateral side 也做了个减压 可是 因为我们有把它融合 所以减压方面 不用太过oversealless 花太多时间 把它减压刚好就好 然后 现在把最后的黄润带 在ipsy lateral side处理好 就会看得到出口根 那出口根 那出口根 需不需要看得到 如果你只是 如果我们只是做U-Lift 那 有时候出口根 是不需要完全看得到的 如果如果做XT-Lift的话 我们相对来说 减压的 比较偷窃会比较好 所以 你看得到我的 还有一些 superiorarticular process 留下来 因为我这个是U-Lift的手术 我不想磨太多 然后造成流血 然后花时间去止血 那相对来说 我们就跟 跟这做 End Plate Preparation 这个是挺 standard的 procedure 跟开放式手术差不多 可以用shaver 也可以用Ultra Cut 也可以用不同的仪器 来做这个 End Plate Preparation 这种手术 最后把那个 椎键盘取出 Cage Trout方面呢 通常要好好保护你的 行走根 跟出口根 Bones 还有不同的公司 也有相当的仪器来 特别Bones方面 有对这个相对 有多研究 有不同的仪器来保护 这个行走根 跟出口根 然后把椎键盘好好处理 完之后放骨头 然后最后 可以放那个 Trout 适当的Size后 可以就放融合器 最后就把Cage Bone Graf放进去 保护好你的行走根 跟出口根 这个是Final Result 这个是伤口 我通常以我的案例 多数是在 因为 住院 我是没有排血管 我会用Flo-Seal 来止血 然后 因为没有排血管 也 病人还是挺舒适 然后我当然有 打一些Local Enders 一些 我的住院率 通常不超过两天 病人可以在两天内 出院 多数的病人 这是两层的手术 那挺repetitive 又都挺相似 那我就可能不播这个 可能下一次我们再处理 我come to conclusion 给多一点时间回答问题 我就不播那个video 本身觉得做anatomical landmark 是很内视镜 迷失是很初学者的一个大问题 所以要了解 要找那个anatomical landmark 是一个conscious的 effort 所以要我们在这个paper里面 有highlight这两个比较 通常我们也听通常见到的landmark 然后注意一下 我们可以比较有信心的 在做这个osteotomy 我们团队发现 IAP resection 是最rate limiting的step 所以把它处理好 也比较快手术 size of cage 是dependent on 那个distance between traversing and exiting nerve root 那要放xtlib 要有1.5cm的那个距离 才放会比较适合 我们best result come from familiarity of technique overcoming learning curve and careful selection of patient 要做这个融合手术要做得好 要这三方面的 比较熟悉 单双通道的手术 然后select比较 正如周约教授说的 select一些 可能开始的时候 select一些比较容易做的手术 然后之后才做一些比较难的 OK the end of my talk 谢谢你们 感谢 进入下一届的讨论 进入下一届的讨论